欢迎您收看10月1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宇宗翰 先来带您关心米塔台风的情况 北台湾昨天午后风雨持续增强 迹象局表示米塔正快速朝北北西前进 目前台湾已经顺利脱离暴风圈 另外今天除了桃园与新竹的部分偏乡之外 其他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 弹劾总统行动使民主党竞选陷入不确定的境地 继续新国广播公司BPC的报导 印度洪水比哈省和北方省超过100人死亡 接着看到大军时报纽约大都会反报导 十一前香港形同战区港警街头狂捕示威者 继续看到大军时报台湾反报导 川普你向中汽车牌纳斯达克先动手 来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极端高分将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的挑战 难以对抗中枢 来看到韩国超线日报报导 文在寅指示检查总长提交机关改革方案 实为减弱特殊部的权利 早安新男人先来关心米塔台风灾情 昨天北台湾从下半天开始就进入狂风大雨 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今天早上六点半发布的消息 最多累计有四万户停电 昨天十点前收付了三万五千多户 有12人受伤 123班客户机受影响 另外台风夜高雄花莲更是一夜连三镇 最大来到瑞士规模四点四 高雄市的骑山有四级镇度 再关心贸易战的进展 10月美中双方将谈判 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共建政71年前夕 连发三篇推文向中共喊话 分别引述美国新闻主持人 及中国问题专家的评论 他说中共干得很糟糕 而美国在自己的领导下 经济继续高涨并达到新的高度 而且这才刚刚开始 川普说多年之后 美国终于明白了北京的计划和野心 川普最后写道 我们再赢我们会赢 他们本来不该破坏 我们已与他们达成了协议 最后川普还讽刺的写一句 生日快乐 上周路透社报道 白宫正在考虑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从美国证券交易所下市 而昨天路透社更报道独家消息 美国纳斯达克正在加强 对中国小型企业首次公开发行 IPO的限制并放慢审批进程 27号路透社报道 三位消息人士表示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下市 不过彭博社29号报道 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 目前没有计划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将所上市 但是先前的消息已经导致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股价暴跌 阿里巴巴下跌超过5% 而百度和京东也分别下挫3.6%和6% 同时这也让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 不允许海外监管机构 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检查的情况 受到关注 但最新消息是 路透社报道 根据监管文件以及企业高管和投行员士透露 美国纳斯达克正在加强对中国小型企业首次公开发行的限制 并放慢审批进程 原因是 越来越多这类公司最终在IPO筹得的资本多数来自中国 而非美国投资人 并且股票多由内部员事持有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美国上周升高制裁伊朗 尤其多家陆寄违反石油禁令 中国国有企业世界最大的能源航运公司之一的中远集团 更有两间子公司也在黑名单 外媒路透报道 中远海能旗下数十艘邮轮业务大受冲击 也让中东运往东北亚的邮轮费率飙涨两成 专家分析 对油价的影响短期或有所波动 但对台湾影响并不大 美国制裁伊朗行动 中远集团两间子公司榜上有名 消息一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止不住跌势 股价甚三点四七港元 中远海能公司旗下有120艘邮轮 包括四四艘超大型邮轮 占比全球7.5% 制裁令一出影响运游业务 印度石油公司立刻宣布取消部分 中远邮轮订单 中东运到亚洲的石油运费 也在一夜间大涨将近两成 不过实际观察 美国原油期货走势大致维持平稳 在55美元上下震荡 美国政府自去年11月 重新制裁伊朗以来 再度采取大规模行动 好在台湾早已经下降 甚至伊朗进口石油比例 憧憬影响并不大 但对依赖中东业务的中国航运龙头来说 恐怕将是危机一场 新台电视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 2017年3月风光动土的鸿海转投资的 广州十点五代面板厂 原定9月底量产 媒体报道业界传出跳票消息 更衍生于日本台湾设备供应商的货款纠纷 总金额超过350亿 对此夏普方面表示 夏普并非最大股东 不方便说明回应 红海则是声明指出 SDP广州增程面板厂 是郭台铭个人投资 但它已出让个人投资持股 红海富士康并未有投资其中 外界分析大陆面板产业 出现供过于求情况 至于是否加大红海营运压力 值得观察 两年前风光动土的广州面板厂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信心满满 没想到如今传出广州厂 原定9月底量产支票 确定跳票 更引发超过350亿的货款纠纷 台厂超过100亿元的运收账款 恐怕拿不到 冲击猛力冬结樊轩等台湾设备厂 郭董的这个超市鞋 为什么他想要退出这个SDP 就是的持股 就表示说其实他对这一块的发展 其实已经相对 其实已经没有之前那么乐观了 那加上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面板厂扩展 太过于快速 那所以说也造成了这个 整个电视或者是面板的竞争 其实相对其实非常的激烈 广州超市界原先由鸿海旗下 夏普的借工厂主导 并与广州市政府合资设立 投资金额人民币610亿 不过9月份郭台铭全数出清 SDP持股淡化个人色彩 并未透露转让持股对象 如今超市界的大股东 到底是谁众说纷纭 时间来看超市界年初发 交货延期书面通告 8月底改成口头通知 全面停止交机以及付款 外媒报道鸿海有意出脱 广州面板厂 9月包商开始出现抗议行动 更传公安进驻 而夏普29号表示 夏普并非最大股东 不方便说明回应 美中贸易战的因素 因为你当初如果在中国投资 他如果中国内需市场 没有办法卖到中国内需市场 他还可以转为出口 可是现在其实在出口方面 反而成本又增加了 台商或者是外资 其实往其他国家挪移的一个情况 面板供过于求 外加红色供应链 都对鸿海造成显著压力 大尺寸面板报价 从2017上半年221美元 一路往下急跌 今年均价值剩下134美元 跌幅4成 而广州面板厂量产跳票 是否引发股牌效应 业界关注 台湾电子设备协会 预计本周四召开会议 商讨对策 新台电视审慧彤 台湾台北报道 路透社报道 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 正来限制小型路器上市机会 包括收紧放慢这些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的许可 报道指出 2018年中以来 纳斯达克越来越注意到 这类小型路器IPO后 低流动性的问题 日经新闻报道 受到美中贸易战 和中国成长放缓等因素影响 今年中国消费者的购物 和外出旅游意愿明显降低 在今年9月的中秋节 三天廉价 出国人数较去年同期 减少7% 经济日报报道 电视品牌厂年底需求不振 寒露品牌均砍单 导致大尺寸面板 9月报价再破底 平均跌幅3%到8% 畅历史新低 台经院表示 整体8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值 由108年7月的9.01分 增加0.20分 至8月的9.21分 灯号是维持在衰退的蓝灯 不过 收购于转单及供应链移转的效应 电子产业旺季来临 使得出口明显回升 第四季制造业景气能见度 亦将逐渐转好 新唐人亚太电视 中理报道 香港民政要在10月1号发起 没有国庆只有国商游行 更多新闻内容 下节早安新唐人 带您了解 让太阳帮你创造现金流 彰化永风太阳能 爱台湾的新选择 台湾制造顶级光电模组 独特上压下锁工法 坚固耐用又繁保 申请施工 卖店 一条龙服务 千疗省店 还有20年稳定收益 太阳能少永风 你就成为大富翁 感言美容最佳盛品 台湾好天相逢原汁 台湾原生种相逢 丰富的川橙皮素 了解生理技能 西芙苓促进行程代谢 成品干橘皮素 让你增强体力 维持健康 自然农发果园 现彩直送冷压 SNQ国家品质认证 给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性主张 相逢最健康 台湾好甜 这瓶有机酱油 加了顶级黑豆 甘露泉水 澳洲海盐 美国欧盟 CAS有机验证 什么都加 就是不加化学 洗了之前 让身体微笑的好味道 更有顶级有机原生 黑豆酱油 精干上市 太阳能智慧除能 多功能系统 全方位供电应用设备 户外照明 电力供给 环境监控 IoT远端无线控制 经济实惠 绿色能源 智慧除能 经济能源 AV 天下 名字25319388 香港民政要在10月1号发起 没有国庆 只有国商游行 遭警方反对 民间记者会昨天表示 十一将是运动里程碑 只有克服恐惧 才能得到自由 面对极权只能背水一战 路透社报道 驻港的中共军队增加了一倍 第16次民间记者会 在中环和平纪念碑外举行 发言人说 10月1号将是运动的里程碑 和分水里 面对极权 只能背水一战 发言人碰击929警察 滥用暴力 乱开枪射爆 女记者眼睛 臥底警察开真枪时代 香港形同戒严 是恐吓迫使民众 不敢再十一走出来 路透社报道 目前有一万两千名 共军驻扎香港 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中共武警也准备就绪 记者会呼吁更多人走出来 克服恐惧 才能获得一辈子的自由 发言人表示 无法阅料十一的情况 相信示威者自有判断 不过当局正在等待 示威活动衰退 他们呼吁市民上街 用人数证明民意 坚持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新唐人电视 梁振张东旭 香港报道 求而求反极权抗共游行 亲共同促党 争援暴力攻击 香港歌手何运师 总统行政院长 在野国民党都公开谴责 经过彻夜侦办搜索 警政书长昨天表示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组织犯罪 再逮捕七人 一共拘捕九人 检方声压两人 但法院统一交保 内政部长徐国勇 喊话检方提起抗告 警方扩大侦办 会继续查办幕后的支持者 929全球反极权游行 全球64个城市连线 台北厂却发声 亲共团体统促导某主委 胡志伟假扮反送中支持者 暴力攻击 羞辱香港歌手何运师 检方与警察在台风天 彻夜侦办 署长30号亲自说明 检警搜索新北市一个处所 发现统促党识别物品 武器修入和运石 与黄之锋等人的标准 这就是密谋与策划犯罪的处所 检方开礼局票 已拘捕九名统促党成员 某党部主委胡志伟梁太复 被监察官声压觐见 可以证明他们是同一个犯罪集团 而且他的主从关系非常的明确 那后续我们会根据相关的证据 继续的追查共犯 以及幕后的指示者 北市警局表示犯罪集团分工多组 甚至规划用会晤攻击 市长科文哲极为重视要求延办 另外高雄也有929活动 两位市长这样说 黑道背景的同促党与爱国同庆会等亲共党团体 长期在台湾骚扰海内外民主人士 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台湾立法院 因此修订组织犯罪条例来应对 北市警局表示不容许以非法暴力 妨害合法集会 恶意挑战民主法治 香港年轻人持续用创意表达争取自由的决心 香港圣源中学举办水上运动会 年仅17岁的中六学生选手 选择放弃了争夺奖牌的机会 在游到中断时一起停下 与现场同学合唱 愿荣光归香港 好 观赛学生唱起愿荣光归香港 开始后约40秒时 数名参赛同学停下来 再涌到中断面向观众 像是正在一起合唱 港媒报导 有几位中六同学知道 自己一定会进入50米自由式的决赛 就在前一晚私下传开讯息 呼吁其他同学在哨声响时 高唱愿荣光归香港 最后再一起缓缓游向终点 美国与欧洲的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加剧 路透社9月29号报导 世界贸易组织将在本周裁定 美国可向欧洲产品征收关税 金额约涉75亿美元 上周六由李昂对上南特的法甲赛事 这场比赛球团为了迎合中国球迷的市场 因此特别提醒安排至下午一点半开战 此举引发李昂求民不满 因此他们直接在观众企业排列出 图博的雪山狮子骑抗业 并表示不在意此举会影响中国的直播 美国快食商品牌Forever21 陆续收掉台湾、日本及香港饭店后 终于撑不住 29号宣布公司申请破产 且将停止在全球40国的营运 并关闭全球350家饭店 Forever21是1980年代成立 永全身时期全球有超过800家门市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执行长马斯克 二十八号发表新建计划 新一代SpaceX火箭可用以载运人员 及货物前往月球火星 甚至太阳系任何一个角落 还能返回地球 预计六个月内进行第一次轨道发射 明年将再人升空 新唐人亚特电视总理报道 日本十月启动百分之十消费税 冲击消费市场 更多新闻内容下节早安新唐人 带您了解 很多人以为买水龙头 雪无迁就安全 但水龙头用久了 里面真的干净吗 老旧水龙头藏屋纳购看不见 定期更换才能安心用水 iCore快拆水龙头系列 换水龙头就像换灯泡一样简单 iCore水龙头 So healthy, so cool ições 好 努力 加油 宪敬 加油 宪敬 速力 加油 加油 太陽同行 醫護同行 民主台灣 撐香港 台灣人會接受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日本實施五年半 百分之八的消費稅 將走入歷史 從今天開始 就會正式提高到百分之十 預計日用品 交通等費用都會上漲 因應衝擊 日本政府也推出配套措施 但這週末 還是有不少民眾 在稅率百分之八的最後一天 到商店採購掃貨 消費稅率の引上げまで あと一日 都内の百貨店や小壬店では 消費稅が10%になる前に 高額な消費を購入する客が 数多く見られています 日本十月一日正式啟動百分之十 消費稅 許多消費者搶在最後一天購買商品 在車站也有許多旅客 先行購買月票和長期車票 也有商家推出食品券和提貨券 把握精打細算客戶的搶購熱潮 日本政府提高消費稅 以償還國債 並增加社會福利經費 有了先前衝擊景氣的經驗 這次日本政府不敢代賣 推出了許多配套措施 以緩解普羅大眾的家庭開銷 部分商品不加稅 例如酒類 未得餐點和訂閱報紙 3到5歲幼兒教育免費 低收入戶老人年金增為6萬日元 比起以往的強制同時漲價 這次商家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漲價 日本政府也將提供買房 與買車的優惠措施 減輕民眾負擔 預估本次增加消費稅 對日本家庭的影響 大概只有2014年的四分之一 在日本有些企業像是麥當勞肯德基 無印良品和藥妝店Cosmos 都決定部分或全部維持原價 以留住顧客 另外關於日韓貿易戰的影響 小林信子則表示 因為目前對南韓的出口 只佔日本總出口的6% 而且南韓觀光客 早已經大幅銳減 所以影響將非常有限 新唐人改的電視江紫陽編譯 9月29號下午 美國神韻交響樂團 在台灣的第八場演出來到了台南 企業與教育界精英慕名前來 他們說這不是人間的音樂 希望能夠和更多人分享感動 爆滿的觀眾加上熱情的安可聲 神韻交響樂讓台南俯成精英敬佩表示 這是天上的音樂 我覺得歷經了一場聽覺洗禮 對心靈上也是 這不是屬於人間的 謝謝神韻帶給我們這個不一樣的經驗 去年第一次欣賞神韻就成為粉絲 今年學者郭世瑤和企業董作 許燕婷抗力 再度來聆聽神韻交響樂 我聽到了一股力量 跟我說叫我要加油 然後不要氣餒 努力 繼續努力 感覺到雲朵飄到我旁邊經過 那種感覺非常的放鬆 非常的舒服 我好像本身是自己就很夠飛行 不需要透過機器 不需要透過任何儀器 我就可以漂浮在空中 第一次領賞神韻交響樂 飲料名店董事長莊正安說 這是從未有過的藝術饗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 腦海中會有畫面出現 會有 會有山川這種畫面出現 對啊 景色 就是這種感覺 就很澎湃的感覺 尤其米蘭指揮家 他在指揮樂團的時候的這種節奏感 是我沒有經歷過的這種 聽覺饗宴 對 他不太好用言語形容出來 對 一直到現在都還 還是很感動 對 一直在 一直在 在回想著 剛還 剛聽完交響樂的這種 這一種片段 就是很感動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看 這麼精彩的演出 神韻太棒了 交響樂團太棒了 讚 企業界到教育界的精英 都大力推薦 神韻交響樂團 第四次來到台灣 吸引台南俯成就與新知 接下來這股感動 將延續到其他城市 新唐人假台記事室 張英明李美華晨樂秀 台灣台南採訪報導 接著我們來看到 十月一號的天氣預報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聯邦